说到五宴,大家都非常熟悉 她不单止是一位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而且她亦是岭南戏曲频道的总监 可以说是身兼素职 但她对于粤剧艺术真是情有独钟 而且亦都是身体力行去推动粤剧文化的宣传和发展 她亦都非常喜爱粤剧舞台上的装扮 但今次的大集会里面她就说 继续上台为大家献演精彩的戏簿 说到其实燕姐对于我们粤剧的传统和创新的结合是非常喜爱的 所以她今次选演的这一套戏就是多年前 魏惠英这位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 有金桑志之称的《明花丹》所演出的 都是粤剧《花月影》当中的一段 可能大家印象当中都记得 这套戏真是相当之唯美的 那说实话我觉得燕姐都真的挺大胆的 她刚才在后台才笑自己 哎呀我是羊姑妹来的 但你知不知道这一套花月影 只是得魏惠英 她刚才首演过 都还没有其他花弹 够胆去演这一套戏 所以我觉得燕姐真是勇气可嘉 给她掌声好不好 好啊 那我又觉得杜彩萍的这个角色 真是很适合燕姐的扮相 大家都知道 吴燕小姐的样子 真是很清丽脱俗的 而且她亦都身材妙慢 这个角色就真是很适合花灰的这种形象 所以我觉得等待可以看到燕姐在舞台上面 我拿多姿的表演 今次她邀请拍档的这位文武生 就是我们广州红豆粤剧团的副团长 她亦都是其中一位文武生 就是陈振刚 陈振刚她是粤剧世家 而且她入了戏行之后 哇拜得名师 她的师傅我都很喜欢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 中国戏剧梅花掌二道梅的得主 她就是欧爱明欧大哥 在欧大哥的悉心教导下 亦都看到陈振刚她在艺术上不断的成长 她亦都曾经在广东省的中青年的演艺大赛当中 获得过金奖 亦都成功举办过她自己个人的艺术专场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用二烈的掌声 有请五燕小姐、陈振刚先生为我们献演《花月影》 掌声有请 《花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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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眉姑娘 彩眉姑娘 抬眼平淡而風СТ 月下兼荒繞 日相朝眼靜閃動 陷情恶恶 連帶著 嬌修返美紅 落爛山 燈火流動 群帶飄飄 染濁湧 刺身 猶如墮夢中 燈影月影影光盡 熱那盼雙光 殺那刺濁 刺望 誰能為我遲遲 千金一塌意 已暮夢 夜風啊 幼催而動 夜夜莫少一雲蟲 遲刻 永亡在夢中 不安夢 聖經變空 你不記得我 催眉姐姐嗎? 彩薇姑娘 又來 林大人 又來 彩薇姑娘 請到館中 一醉 遲刻 林大人 請 請 有那天 蕭 輕 輕 柴 不經怕 夜 寒 冬 若則千千謀 真感得難風夜露露 林大人 采薇姑娘 三天轉眼即逝 未知我偏秋月大複 可有成章 不抵止留真文字 何堪作那假文章 不抵止留真文字 何堪作那假文章 林大人 你真是令人敬仰 采薇姑娘 也令元生敬仰 采薇有桃鴨之作 今夜前來請大人斥假 采薇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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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字 好字 秋風喜鮮 箭鼓響 刀槍名系 貞其揚 總兵位 宜君心助 箭馬西 宜丁膽河 海賊平系文安 百業卑系過強 萬民拜系恩人 前臭冥姬系 御滿南疆 杜彩眉呀杜彩眉 你本在燈火難山村 喀愛喀怨 喀讚傷 何以默然回首 却是一个陈族小哥娘 不对 不对呀 三天前 欧强权不卑 不抗 不改舍 三个字字字 哼唱 莫非他 看透我心中 辅放 宋大夫 实为我被祸一场 林大人 若为一篇抽拣大富 而天了宫 这官场上 喜事小了一个好人 真是好心没好多 好呀 好呀 虚心我防痛伤 我错把好心 麻因那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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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